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戴口罩可以预防非典型肺炎之后 几天明显看到多了市民戴口罩出街 医生打电话来的 他说我身体太弱 那就要戴着口罩好些了 我们去过一些有卖口罩的药房里看过 发觉去光顾的人 绝大部分都是去买口罩 比平时增加几倍 平时每天其实买多少个 一般的口罩 正常是每天都是买数过的 不会太多 现时市面出售的口罩有很多种 而市民最近增相抢购的口罩型号N95 就是这一款 一般的都是两三元 如果质素高强一点 就会十多元一个 因为现在很多代理商都没有货 很多时候都是在外面 那些行家欠商采购 那么炒贵了回来 涂帝附近的一间药房 有20多人排队购买口罩 你今天才开始排队还是怎么样 昨天才开始排队 今天预计会买多少个口罩 看看可不可先 起码十个八个 因为这些是长期要用的 所以越多一点没问题 现在最多要用口罩 有没有买好口罩给家人 有 买好多少个 每人几个 你根本买不到 已经买不到了 买不到了 是否由今天开始 才有这么多人排队呢 昨天开始 昨天开始 最夸张的时候 一个人是订了多少个口罩 你们记得 600个 那大约现在买的口罩 几千一个 4元 4元一个 会不会在这个时间加价 不会 因为我们是正常的商人 不是暴力的商人 继口罩之后 手套又成为市民预防 非典型肺炎的求生用具 今天我们发现 街上大多数市民 都没有配戴手套 使用跪圆机的时候 也是就这样按机上的按键 似乎对手部清洁 不是太强意识 都要按键 都要按键 最重要是洗手 有没有打算做预防做事 例如说戴手套 手套不会, 用刺子按键就行了 因为我经常摸其他东西 摸什么 信, 开门, 门钟 但为什么打一只不打一只呢 那只脏了就扔掉了 你觉得这个戴手套有用吗 比没有更好 我们发现在药房 已经开始出现抢购手套热潮 老板, 今天会不会多人来 买了手套呢 这戴手套多了 多了多少成 多了两三成 两三成 最好卖哪一款手套呢 这两款 这两款 这两款有多人买的 可能说他们喜欢积极怪这些 这些更耐用 就看到很多人抢购粮食和日用品了 这三年出品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东西 宣布逆购 是吗 证实了 听说是, 不知道是全民 那你没有证实过 香港变成逆购 证实了没有 不是, 没有什么 在今天这个抢购潮里面 很多都是一家大小出动 暂时不用上学的小朋友也出来帮忙 而一些婆婆 就用车子 把米、油等等的生活必需品 运回家 虽然后来政府澄清有关传言 不过市民仍然继续去抢购 而部分人更加羊群心态 盲目抢购 婆婆, 我想问 为什么买这么多东西 是呀, 我都不知道 梦茶茶 那谁知道, 每个买的就买了 在这边 我也是